小朋友又来到了我们词语学习的时间了 快来看看今天在这堂课里我们将学习哪些词语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词语呢是智慧 智慧 智慧的智呢是翘舌音 两个都是四声 那我们先来写一写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的笔画顺序呢都比较的多 小朋友要注意在写的时候呢要一笔一笔的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它是一个知 九十十一十二 所以智慧的智呢一共有十二话 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一共呢有十五 这就是智慧 智慧呢是知加一个日 那么智慧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来分开这两个字来看一看 智呢当然就是才能 知识 智慧呢是聪明 聪明的意思 所以智慧呢就是指的是聪明材质 他也是指判断和发明创造事物的能力 因为具有了智慧呢才能发明创造一些新的事物 所以呢智慧呢也是指判断和发明创造事物的能力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例句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例句 他是个有智慧的男人 在这里呢这个智慧的男人也是个好人 有智慧的意思呢就是他具有分析 判断 判断 创造 和 思考 的能力 所以呢他就是有智慧的男 这个智慧呢就包括了很多的东西 就是这上面的这些 能力他都具备 那么我们来看词语搭配中国智慧 中国呢是一个国家 中国智慧呢就可能是中国自己创造的一些能力 因为他是具有创造和 这个创新发明嘛 所以中国智慧呢就是中国 发明 创造的一些能力一些东西 智慧程式 智慧程式呢就是主要是指的是现在因为都是互联网时代非常多的数字化 然后自动化的东西 所以是利用各种的信息技术或者是这边就提到一个创新 就是你要打造一个智慧程式呢你要具备创新的这个能力 创造的这个能力 所以智慧呢他离不开创造发明 这些东西 所以呢他是智慧程式就是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或者是创新的概念 将城市的系统和服务打通 就是用这个系统来帮助 服务让生活资源运用效率提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 以及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就是用数据 用互联网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更好的管理规划这个城市 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人类智慧呢也是指人类的知识 创新 或者我们讲创造 的一个能力 所以智慧呢他主要是发明 主要注重在这个发明和创造事物的能力 智慧 接着我们看到的这个字呢是首页 首页的手呢是翘舌音三声和四声 首页 首页呢我们可以来写一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共呢有九话 注意里面呢是有两横 这边有两横要注意一下 页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有六话这个页字 首页呢是跟互联网有关系的 好像刚才我们讲了智慧城市 它运用了很多互联网和新的科技 来帮助这个城市做规划 然后提高生活水平生活质量 那么首页呢就是互联网的这个网站的第一篇 你一点进去这个互联网首先看到的第一个页面 首呢这个字所以呢首 我们强调首就是第一 页呢就是页面 所以你再点进去这个互联网这个网站打开后看到的第一个页面 就是被称为首页 首页所以呢是与这个网 网站有关系的 网站 词语搭配呢就是你看返回首页 就是回到这个网页的第一篇 第一页 网站首页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网站的第一页 现在你所看到的是预设的首页 就是预设的首页呢就是如果你没有选择的话 第一个页面你一进去看到的就是现在的这个预设的首页 所以首页呢就是第一个页面 而且它是特指是互联网的网站 我们就使用这个首页这个词语 接着这个词语呢是热脉 热脉都是第四声 我们来看一下笔画顺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共有十话 热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共有八话 热脉 热脉 你看用热这个字热的是非常的温度很高 对不对 很抢手的那种感觉 热脉 那么就证明了它是受欢迎而卖的非常快 它是特别是指一些商品 一些买卖的商品 所以呢你看它是跟商品搭在一起的 热脉商品 就是受欢迎而卖的快 所以呢这哪里最经常看到热脉 就是在商场 商店或者是餐馆 都是有一些热脉商品 热脉食物 热脉产品 就是在这些有交易的地方 你会看到这个词语很多 所以呢就会经常热卖商品 这就是在 这个商店里面呢 他们会打就是促销嘛 会或者做一些宣传 就是这个商品是热卖商品排行榜 第一名是谁 第二名是谁 当你不知道要买什么的时候 那么你就可以参考这些热卖商品 看适不适合你 然后来购买 可是例句 可是仅仅靠好奇心 还不足以使这本书热卖 32万 同样这边的热卖 就是这本书非常的受欢迎 卖得很快 已经卖了32万本 所以这本书呢 他的意思是不仅是靠人们的好奇心 他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因素 让他可以热卖32万本 因为仅仅是靠好奇心的话 如果别人看了不好 觉得不好看 那么就不会写一些 这个评价 给这个书的评价 那这个书不值得看 不值得买 那也不会热卖32万本 所以呢 他讲仅仅靠话还不足 让这本书热卖32万本 所以大家小朋友要记住了 热卖就是非常的受欢迎 而卖得很快 这就是他的意思 然后他的词语搭配 这两个词语搭配都可以把它记下来 热卖商品 热卖产品 一些热卖的产品商品 在商店里出现 或者是在一些餐馆 这就是热卖 接着我们看到的这个词语呢 是商品 你看刚才我们讲过了热卖 然后有热卖商品 对不对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词语呢 就是商品 吃安 商 非常非常重要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品字 因为很多时候呢 小朋友都分不清楚 品 有没有后比音 品是没有后比音的 一定要记住 它是波影品 千万不要写波影品 因为商字呢 是后比音 所以很多时候 小朋友在写汉语评 品字的汉语评音的时候呢 就喜欢写后比音 因为商是后比音 所以非常重要的品字 是没有后比音的 是前比音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而且这个商品这个字呢 会经常被考到 因为它是比较难 有经常被混淆的 所以考试会经常考 那我们来写一写这两个字的笔画顺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商呢 是十一话 品 三个口 三个口 一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所以一共是九话 它是三个口字 那么商品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词语搭配 一般商品 质销商品 商品包装 那么商品呢 它是一个名词 这边的商品呢 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 它们都是一个名词 那么什么样的物品才会被称为商品呢 它要具备几个特征 第一个呢 就是必须是劳动 产品 必须是劳动 产品 它是要经过一些加工 一些人的这个工作 生产出来的一些产品 才可以叫做商品 一定要是劳动产品 比如说我们呼吸的空气 我们用的水 这些它没有经过加工 它没有一些手工在里面 所以它不算是商品 它不是一个劳动产品 第二点呢 它就是必须用于交换 商品就是必须要用于交换 就是比如说我们购买商品 我们交易商品 就是记住有一个这个 交易商品 这个单词 交易商品 它必须用来交换交易 才可以称之为商品 然后第三点呢 这个商品呢 必须要有使用价值 所以有使用价值 必须要有使用价值 就是它要有一定的价值 因为你在交易的时候呢 会获取一定的收入 这个东西付 这个收入 这个货币就赋予了这个商品 一定的价值 它是有用处的 不是说做出来是毫无用处的 没有人买 那么它就不算是一个商品 那么这些我们有看到交易商品 如果有价值的话呢 你看就是一般商品 滞销商品 这种滞销商品呢 就是销量很差 没有人买 它的价值在慢慢慢慢的消失 如果到最后 它已经没有价值了 那么它就 就会变成不是一样商品 它就从滞销商品变成 它毫无价值 就不会再成为一个商品 商品如有缺陷 可要求退款 你看就这样 我们就讲到了 就是要进行交易 它有一个价值 你要取得你要卖钱嘛 你要获得这个货币 得到这个货币 所以它就是对这个钱财 这个退款 钱这些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商品 商品如果做得不好 有时候手工方面 可能有一些瑕疵 它不满意 然后你可以要求退款 再买新的之类的 所以这就是商品 然后也记住刚才我们所讲的 这个热卖商品 你看有滞销商品 那我们就有反义词 刚才我们刚刚才学过的 热卖商品 所以呢 这个就是反义词 这个滞销商品的反义词 就是热卖商品 那这就是商品 那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个词语呢 是电气 电气 同样的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字的笔画顺序 一二三四五 电呢有五华 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气呢一共有十六话 气就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这边的这一点 千万不要忘记 它是一个犬 中间是一个犬 而不是一个大 电气呢 我们顾名思义看这个字呢 是跟电 电有关的 所以呢 这个电气呢 就是泛指 所有用电的气聚 这个气呢 就是气聚 气聚的意思 就是气聚的意思 这里面有三个 气聚 那么都有哪一些电气呢 电气的分类 种类是非常多的 我们看这个词语搭配 通讯电气 通讯电气 通讯电气就是我们的手机 电话 这些就是通讯电气 那么当然我们也有家用电气 家用电气也是其中的一个分类 家用电气就比如说 这个电视机 这些洗衣机 这些呢 都是家用电气 电气生产 就是生产电气 电气机构 就是生产电气的这些机构 出产电气的这些机构 是电气机构 例句这家公司的电气产品呢 在全世界首屈一指 电气产品 就是包括所有的 有用电的器具的产品 它是专门出产 这个电气产品的 在全世界首屈一指 所以这就是 这是一个重要的词语搭配 电气产品 还有家用电气 通讯电气 这些是比较重要的词语搭配 所以电气呢 就是泛指 所有用电的器具 这就是电气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了 小朋友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 question